大家好,欢迎收看安卓多线程和异部任务系列视频 我是主张老师布鲁 通过上讲的学习,我们已经学会了安卓当中多线程的创建 我们本节课内容将会学习新的知识点 来看一下我们的思维导图 我们今天要学的知识点是我们的线程词的应用 我们线程词应用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先来看一下 其实通过上一节课的学习 大家都知道我们创建多线程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是直接继承我们的thread类 第二种是实现一个runable接口的方式 而我们实现一个runable接口以后 需要把这个目标对象传递到我们的线程实地化对象里面 而我们在实际开发过程当中 最常见的这种立名类加上创建线程的写法 就直接是溜上一个thread 然后传递了一个lue的runable接口 然后把它start起来 大家知道这种立名类的写法 在我们的实际开发过程当中用的是比较多的 这就是往我们的一个thread实力化对象里面 传递了一个实现了runable接口的一个立名目标对象 好的 大家都知道这就是我们常见的写法 那么我们看这样常见的写法有没有问题呢 其实本身它肯定能够实现你想要的一个效果 没什么问题 那我们再仔细地好好分析一下呢 这里的话就提出了第一个是什么呢 我们luethread这种写法的弊端 提出了弊端这两个词就代表 我们的前辈先驱们告诉我们 一直这样的luethread是有不好的地方的 那么它不好的地方在哪呢 这里列出了三个地方 我们来好好分析一下 第一个 每次lue我们thread新建的对象性能很差 大家都知道我们 加瓦是基于我们的机收回收机制的 你不停地创建和销毁对象 这肯定是会影响我们的性能的 第一 每一次都去lue我们的thread 新建对象性能会很差 第二 我们这里lue出来的线程缺乏一个统一的管理 可能无限制你在新建线程 每一个线程之间又在竞争 又可能占用过多的系统支援 导致我们死机或者说是我们OOM 内存溢出 这是我们的第二个 对于已经创建好的线程 没人去管它 这也是可能会存在的问题 第三缺乏更多的功能 我们的需求 比如说我们需要定时 定期 以及我们的线程中段等等等等 这些我们通过简单的luethread 好像没有办法来满足我们的需求了 除了这里的话 因为这些弊端而引出了我们今天的主角 我们加瓦当中的线程词 我们先来看看线程词有什么好处啊 我们这里首先线程词它会重用已经存在的线程 来减少我们对象的创建和消亡的开销 让提高我们的性能 第二点 它可以有效的控制最大的并发线程数 提高我们的系统资源的使用率 避免过多的资源竞争 避免阻塞 你想一下 如果你仅仅是luethread 那我可以溜10个 溜100个也没人管理 那这10个100个人不就强迫了头去抢资源 而我们的线程词可以控制最大的并发线程数量 提高我们系统资源的使用率 第三点 我们的线程词还允许你定时执行 定期执行 单线程并发数量控制等等等等 这就是我们线程词的一个好处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加瓦线程词 到底有给我们提供了哪几种实现方式呢 一共有四种 我们今天先学习前面两种 先来看一下第一种 luecatchthreadport 通过字面上我们可以看见 我们的关键字 catch缓存threadport线程词 一个新的缓存功能的线程词 luecatchthreadport 它可以创建一个可缓存的线程词 如果我们的线程词的长度超过了处理的需要 它可以灵活的回收 如果没有回收 它也可以新建 那么我们还是要结合实际案例 来理解一下我们的可缓存的线程词是怎么回事呢 这里的话 老师依然准备了今天的我们的项目工程 那么hellothreadport创建了我们的相关的代码 这里依然是我们的布局员当中出现了一个按钮 绑定了一个btn-onclick事件 然后在我们的那个tip当中去声明了一个public void btn-onclick事件这个方法 好的 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测试一下我们的第一个叫做什么呢 public void testcatch 我们看一下这里带缓存功能的线程词是怎么回事呢 应该怎么来使用它 首先我们要生成一个对象 这个对象我们都可以把它归制为executor service 我们都是executor service的一个子类 这里的话就是我们的catch 我们把名字取好一点 就是我们的catchthread 然后就是我们的pull 这就是我们的带缓存的显存词 那它是如何来创建呢 直接是我们的executors 然后再来一个lecatchthreadpull 通过这样的方式就可以创建一个我们的缓存线程词对象 而这里为了测试的话 我们线程词对象有了我们这里并发吧 怎么并发 并发多个操作 我们通过一个负循环来并发 因此i等于0 i小于10 i++ 这里本质上其实就是说我们有10个任务要去执行 我们需要执行10个任务 那么我这里的话是线程词应该怎么来使用呢 直接是catchthreadpull.execute 这里有一个execute方法 接收的是一个runable对象的一个实力化 那么这里的话就直接是溜上一个我们的什么呢 溜上一个我们的runable对象 我们用的例明类 这里的话我们的线程的执行体的内容 我们打印一个什么呢 我们这里的话还是通过我们的logit的日子打印 加上一个target的标签过滤 好 这里还是取一个thread.currentthread.getLang 得到当前执行的线程的名字 那就加上一个什么呢 因为我们这里有10个任务 有10个任务 我们并发了10个任务 我想知道我当前执行的是哪一个任务 那么是不是我们可以加上一个什么呢 加上一个所以我们的i 但是这里的话我们的i是没有办法取到的 我们的i是在外面 所以我们这里需要声明一个中转变量final final的一个什么呢 finalint int我们的index 然后每一次把我们的i负给它 那么我们这里的话就做一个打印 加上一个空格吧 然后再加上一个index 这样的话就说我们 准备了10个并发的任务 每一个任务里面会打印当前执行的线程的名字 和它执行的任务的一个index 好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可缓存的线程 使我们看一下能否实现我们想要的一个效果呢 或者说它表现的形式是怎样的呢 这里的话 在我们的unclick方法里面调用我们的test touch 然后直接把我们的项目工程跑起来 好 这里的话依然提前准备好我们的日志台 把多余的日志都清掉 然后看一下我们的模拟器 这里正在install我们的apk 正在安装 大家稍微等一下 好的 我们的应用程序已经起起来了 好的 然后我们这里的话点击一下我们的按钮 我们看一下 这里打印了很多日志 分别是0215439876 这就是我们的任务的index嘛 对吧 我们有10个任务 好 它这里前面打印的pro-1-thread 就就是我们pro1这样一个线程词 pro1这个线程词当中 它这里调用的是thread1 执行的是0任务 这里调用的是thread1 也执行的2任务 这里就调用的是thread2 这里调用的是thread1 然后thread2 thread3 一直最高 它一共调用的thread4 就换句话说 我们最高的时候 它其实是有四个线程 就四个线程在并发的 那么我们再回过头再来看一下 我们的lucatch 可以创建一个可缓存的线程词 如果线程词长度超过处理的需求 是可以灵活回收我们的空闲线程的 灵活回收我们的空闲线程 那么我想试一下 那么它这个灵活回收的特性 我怎么没看到体现到哪呢 那这里还是开了1 1 2 1 2 3 4 它就相当于这些线程都在并发吗 各干各 那没有体现它回收 比如说我线程1执行完了以后 它回收又用线程1来做事 执行完又回收又来做这个事 它就一直不停的回收缓存之前的 不去开新的线程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如何来测试这样的案例呢 很简单 我们执行一个任务 休息一会儿 执行一个任务 休息一会儿 大家想一下 我们执行一个任务 休息一会儿就代表 我每执行一个任务 然后这个线程执行完了也被回收 休息了两秒以后又来执行任务 那么又把之前回收的线程又拿出来用 那么看一下 我们在这里加一个什么呢 每执行一个任务 休息多久呢 休息就直接两秒吧 两秒就应该够了 我们做一个测试 2乘以1000毫秒 就是我们的两秒 我们每执行一个任务 休息两秒 那么如果我们能够灵活的回收 我们的空闲线程 那么在这样的代码的情况下 执行一个休息两秒 执行一个休息两秒 那么换句话说 我的线程词里面应该只有一个工作线程 他工作完了 然后休息 又来工作完休息 他就不会存在这里 并发到我们的线程4这里来 那么看一下这么改了以后 能否实现我们一个想要的一个效果呢 好的 现在把我们的项目工程跑起来 看一下能否实现我一个想要的一个效果呢 这里做一个过滤 我们的target标签 然后点击一下我们的hard word 这里的话 我们每执行一个任务 休息了两秒 如果我们的缓存线程池 能够回收我们的空闲线程 那么我们的理论上应该就只有一个线程在工作 我们点击一下 好 我们稍等两秒 我们看打印的第一行是pro1 thread1 它执行的是index为0的 然后我们pro1 thread1执行的是index为1的 然后index为2的 都是我们的pro1 thread1 同学们明白这里的奥妙所在了吗 我们的所有的任务 0到9的10个任务 都是由我们的pro1 thread1来执行 为什么呢 这就是我们的缓存线程池的特性啊 它执行完第一个任务以后 它休息了两秒 它这个线程被回收了 又把它拿出来用 又回收了 又把它拿出来用 而我们刚才没有加这个休息的时候 它就是可能会存在并发的情况 你没有办法更加的理解它这个回收的特性 就是我们加了一个我们的线程休眠 好的 这就是我们的线程池的第一种应用 我们的缓存线程池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 第二个是我们的LUFIXThreadPort 它又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的LUFIXThreadPort它创建了一个定长 固定长度的线程池 可控制我们线程的最大并发数 最大你能够同时有多少工作线程同时进行 超出的线程这个时候不会被执行 请等待 一直等待最大的并发数某一个完成以后 你才有资格被执行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肯定也得结合我们的实际代码呀 这里来一个public void的一个什么呢 这里就是我们的taste 我们的一个fixed 好的 这里的话这种线程池再来回顾一下 它控制的是最大并发数 好的 还是来一个executeService 这里是什么呢 fixed 再来一个什么呢 我们的thread 然后一个pool 它又是如何来创建呢 跟我们刚才是一样的executeService 点LUFIX 请注意 这里在LUFIXThreadPort的时候 要接收一个int参数 你的这个线程池 它有多少个并发线程数 这就是你决定的数字 你决定了它最大可以并发多少线程 我这里传的是三 换句话说 我同时最高的时候 只能有三个工作线程在工作 好的 那么为了测试的话 我依然通过一个for循环 因此i等于0 i小于10 i++这种形式来规定的十个任务 这有十个任务 但是我最大只能并发三个 对吧 那么我们这里依然是 我们的fixed threadpool等execute的LU 一个runable 那么这里的话 为了看起来方便的话 直接跟我们刚才一样 做的是怎样的日子打印呢 target加当前的线程的名字 再加上一个所以 这一个所以的话 也把它拷贝过来 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 梳理一下我们的代码 格式化一下 我们这里 我们这里一个for循环准备了十个代执行的任务 然后这十个代执行任务是放在了一个控制了最高并发线程数量为3 最高同时只能三个同时执行的一个线程池 然后每一个执行的线程请打印执行你的一个名字和执行你的任务 好了这里把我们的text fix放在我们的btn onclick里面 然后跑一下我们的项目工程 看一下能否实现一个我们想要的一个效果呢 我们这里的fix thread pro控制了最大的线程运发数 好的 把多余的日子清一下 看一下我们的这里程序已经起起来了 然后我这个时候点击一下我们的hello world 好打印了很多日子 我们看一下pro1这也没什么好说的 都代表的是我们的线程池1 thread1 thread2 thread1 thread2 一直到thread3 看见没有 它最高只能是121到3 它最高同时只能并发到3 是没有办法达到4的 我们刚才的缓存线程池是达到了4的 然后这里执行的是0到9 没什么问题 这就代表了我们最高只能并发三个 但是我这里还可以做一个小小的改动 让大家对这个并发数有一个更加清晰的认识 怎么改动呢 我的线程执行完了以后 我要让我的线程休眠 休眠多少了 休眠两秒钟 我的这个地方做一个休眠 我们来捋一下 我们把经把异常抛出来 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准备了十个任务 这十个任务每一个任务都执行完了以后 它要休眠 大家想一下 虽然说是十个任务 但是我最高只能有三个并行执行的 换句话说 我这里就只能三个任务执行 休息两秒 三个任务执行 休息两秒 三个任务休息执行 休息两秒 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循环 请注意我这样代码控制了以后 每一个任务执行完了以后都会休眠两秒 而我同时有三个任务可以执行 那么我就是执行三个休息 执行三个休息 好了 那么这样做了一个小小的感动以后 再把我们的项目代码跑起来 看一下 它会出现怎样的变化呢 把这里的日志清一下 然后点击一下我们的hello world 可以看一下 这里的话我们有执行 我们把我们的程序稍微退一下 这里把它干掉 然后重新把它run起来 大家稍微等一下 我们刚才的代码没有顺利的跑起来 然后重新来跑一下我们的代码 这里正在install我们的appk 大家稍微等一下 好的 我们的activity已经起起来了 这里点击一下我们的按钮 看见没有 三个012 三个345 又休息了678 然后最后一个9 咦 这么一看是不是就更加清晰啊 我们再来看一遍啊 它是怎么出现的 这里执行了012休息了两秒 又执行了345休息了两秒 678休息了两秒 它为什么会三个休息三个休息呢 因为它最大的并发现成词是数目是3 而我们每一个任务 执行完以后都会休息两秒 所以这就是它的表现形态 我们加上这样的一个slip 让我们的观察变得更加的一个细致 好的 我们本节课呢 就主要是给大家介绍我们 加瓦现成词的前面两种 我们的缓存现成词 和我们的定长现成词 希望大家在课后的时候 一定要去书写一下相关的代码 加深自己的理解和记忆 好的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本节课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一节课再见